这是国家层面的结构 经济层面的结构是什么 互联网是在金融垄断阶段出现的 从一开始就和什么结合到了一起 和金融资本结合到了一起 就是俗称的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就是金融资本啊 记不记得以前西方经济学的一讲 到垄断 进入到垄断之后 垄断为什么有损于创新 因为垄断企业没有兴趣创新 创新的动力来自于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把创新拿出来之后 垄断干嘛 把它买下来 拿什么买 金融啊 天然就有金融跟实体的均衡问题 然后这个时候 什么要素发挥作用 政治体制 你的政治体制能控制金融啊 能控制金融 当它走过界了 把怼回去 控制不了 它控制你 然后你的实体就被金融吞掉 然后这个国内的政治经济层面的这个博弈 作用到什么 国际体系排名 那个控制住金融 没有吞掉实体的 它的实力会往上走 那个没有控制住金融 让它把实体吞掉 它就会往下走 一个叫美国 一个叫中国 不很难理解吗 不难理解 完全不难理解 它有一套自洽的逻辑了 互联网 这里桌面互联网是这样 管什么 管根服务器 就域名解析的根服务器 什么叫根服务器 你讲互联网 根服务器 根服务器有多重要 我就拿一件事 你最近一次 在互联网里输入域名 是什么时候 输的域名叫啥 你现在怎么用互联网的 掏出手机 打开屏幕 戳一下 你输一名了吗 需要你记吗 你只要能够看懂图片 就知道了 你能认准 你要的哪个 你那个标就行了 为什么 这叫移动互联网 着面互联网 你是有个键盘的 键盘干嘛 打开浏览器 定位进去 然后http 广广广广 然后3w3 点当当当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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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那个东西叫做域名 这个域名 美国人早期贡献 这老兄叫John Postel 他1972年开始 在美国学校里面写论文 我们今天用的整个域名系统 就是他的博士论文 写出来的 在他写之前 没有 这人就是个 然后这就是所谓的 跟服务器 编号从A开始到M 然后这个是IP地址 已经升级到V4了 这个后面是他的产权 每一台服务器 都是有产权的 这个就是刚才老乡的 平台经济的性质 从产权上来 它是私有的 中间有八个是美国政府的 或者是什么什么 NASA的 美国国防部的 美国陆军实验室的 这些都是美国政府的 里面有四个 是美国政府的 有八个不是美国政府的 这玩意叫什么 这玩意叫产权 产权你说把东西国际化 比如说我的 我干嘛给你国际化 那为什么能做根服务器 我大方 我捐出来借你用 但我没有把产权 转移给你 这不难理解吧 那么很简单 这玩意到底信公还是信私 它提供的服务 具有公共性 但这个物件是我的 很难理解吗 我觉悟高的时候 它的公共性 可以表现得多一点 我觉悟低了 你能奈我何 你抢我东西 我揍你 你要么揍我一顿 把我揍趴下 把东西抢走 你揍不过我 听我的 那不就这么回事吗 不难理解 不难理解 但是要回到本源 有些人把它神秘化了 这东西在网上放着的 公开的 然后上面放了个根区文件 这个根区文件 在1998年的时候 这个老兄跟美国政府顶过一次 美国政府说 你这套东西啊 私有化管理 放到一个私人企业去 老兄就不干 为什么 什么叫私有化管理 私有化管理变成一家私人企业 私人企业以后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你家企业确定 你的司法管辖对象是谁 你是像美国企业吧 行 你归美国政府管 私有化之后就可以管你 他说 这个东西不能被美国政府管 人家理想主义者 而且我告诉你 我有能力跟你玩 他写了封电子邮件 他把这13个服务器当中 非美国政府控制的 那8个从A根服务器 转到了另外一个根服务器 直接把互联网拆成了两个 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面 全球互联网出现了两个顶级根 历史上称之为 foreign police 实验 这两个顶级根有没有影响 全球互联网的使用 没有 你不要替你帮美国人跟你讲 全球互联网如果出现两个根之后 影响互相误之间使用 不影响不影响 那玩意互联网在设计的时候 本身就是一个多中心对等风暴交换逻辑系统 那玩意就是为了多中心对等交换信息大 一加一个根服务器都没关系 最多影响稍微一点使用效率的问题 两个礼拜里面这老兄接了无数个电话 后来说算了算了 就当成一个实验吧 再写了一封电子邮件 那八个根服务器再回去 就改了一行配具参数 这个是互联网最吓人的地方 政府发现这个权力不太一样 你放心 不要以为因此马农的时代就来了 轮不到马农做主的 有的是办法收拾马农 人家立马弄什么制度 跟你讲什么根服务器重要不重要的 很少人能谈到这一层 这是根区文件管理的运行流程 还有根区服务器图 美国人喜欢玩就玩这种东西 先说到老先生我跟你讲 一会去之后啊 当年就死了 五十八岁啊 到洛杉矶做了个心脏手术 死于并发症 心脏手术病发症很正常的 然后这个老兄的名字就被人忘记了 不信你去查所有的关于互联网 编年史的美国人写的书 John Postel 没有人会提他的 互联网美人堂里面有条位置 那边有一个John Postel讲 但是John Postel这个故事没有人讲 我到德国柏林去开世界互联网 在那个讨论组里面 我把这个故事写在板上 俄罗斯代表那边狂笑 那个组长的脸在那抽筋 他抽筋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 我讲完以后 他蹦出来第一句话 我笑了 他说我就是那两个里面 给他打电话中的人中的一个 人家是经历过的 昨天那段历史 他们是藏起来了 这就跟他们对新疆棉花 那个历史是一样的问题 新疆棉花就把他们 那个历史给勾出来了 这件事情你要怼美国人 应该讲这个名字 怼他 你把这个名字恕他面前 他就不跟你说话